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娱乐视频 说到央视春晚,他的影响力是有目共睹的 从开播至今30年过去了 不知道捧红了多少位歌星演员 让他们从默默无闻到名声大噪 还让一批批主持人成功大火 从家喻互小,可见春晚的魅力是相当大的 而今天要说的这位可就有点特殊了 他虽然成功登上春晚并语曲成名 但随后没几年却退出歌坛 近60未婚五子坚持唱歌 这位男艺人就是歌手费详了 他的致命度有多高,相信大家都心里有数吧 不用多说,费详当年在春晚上演唱的 春天里的一把火可是红旗一时 成为30多年船上不衰的经典 费详也因此成为红遍全球的偶像男生 费详后来依旧在歌坛上发展的风生水起 不过在结束演唱会之后 他就退出了流行乐坛,转战音乐剧和舞台剧 成就也很高 在感情生活上,他交往的女友几乎都是女神 例如叶文倩等 虽然女友们是一个比一个优秀 但很可惜的是,费详都没能与他们修成正果 这其中的原因也都很复杂 各有各的缘故 在感情接连势力的费详 直到现在公众眼中都是未婚无子 虽然在感情上不完美 但在观众心里,他依旧是一个很完美的男艺人 年近60了,仍然坚持在舞台上唱歌 喜欢的粉丝从未减少 不出现在一线刀红个星 最后以祝福他的未来都好吧 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